當年的基特勒最恐懼的是什麽? 他不是美國也不是歐洲聯軍也不是英國 他最大的宣傳就是當年葛佩爾他的宣傳部長 現在的王滬寧說了句話 當我們把謊言說一千遍一萬遍的時候 就將變成真理 所以我們要把全德國所有的宣傳機器 都變成我們的工具和我們的武器 當時希特勒有一句話 不管我們坦克有多強大 因為當時西門子和奔馳寶馬集團 給他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坦克 射程一千公里 殺傷力無比 相當於今天的核武器 他說不管我們有什麽樣的坦克 都不如我們講一段視頻 都不如我們拍一個好電影 都不如讓所有的這些孩子們 讓他們百分之百臣服於我們